台股週一開高走高 盤面紅通通 尤其電子和航運股上演大板工 駐工大盤以一萬五千四百零九點開出 盤中一度衝到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六點 大漲超過三百五十三點 尾盤漲幅收斂 最終以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八點做收 漲漲兩百四十四點 成交量兩千三百九十二億元 電子全值指標股台積電盤盤中收復 股價五百元關卡最高到五百零六元 但最終買氣難稱中場漲十二元 以四百九十八點五元做收 漲幅百分之二點四七 單日市值增加超過五千億元 重回十三兆元大關 而包含群創和友達等 漲幅都超過百分之四 二十七號陽明出席 帶動航海王萬海和長榮 一起亮燈漲停 那後續來說的話 整體的供需的狀況 仍然就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因此建議投資人 這次反彈的幅度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其實可以考慮 做一個逢高的解碼的動作 週一股會雙掌新台幣匯率 收在二十九點六億二元 強深一點二角 成交金額十點三九億美元 專家認為隨著下半年 通膨和升息區款 資本市場反彈力道會更強勁 新新聞曹生和孟哲 採訪報道